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普京控制俄罗斯以来 普京独具魅力的个人特色一直深入俄罗斯百姓心中 普京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 长期掌控俄罗斯 在舆论宣传上是下过大功夫的 尤其是在人设上 普京有一个清楚而明确的人物形象 这个形象在笼络明星上起到重大作用 简单讲 普京的人设就是一个带领俄罗斯走向复兴的硬汉 他强硬果决的硬汉形象深入人心 而为了配合这一人设 俄罗斯的宣传部门时不时的会放出其他国家领导人身上很难看到的场景 你见过有哪国领导人光着身至骑马的吗 哪国领导人天天有事没事开飞机 开坦克 开卡车 开潜水艇 拿着来福枪到森林里晃荡 闲来无事 再来个柔道摔跤 如果你从不知道普京第一次看见他这么多照片 绝不会想到他是一国领袖 还以为是哪个热血硬汉明星 没错 这些照片都是用来为普京树立人设的 就像明星都需要一个人设来掩盖真实的自己一样 每年年底负责帮普京树人设的机构都会推出一份新年日历 这日历还是畅销活 不光俄罗斯国内卖的好 就连国外的销量也不错 2018年的普京日历在日本就卖的很好 引起热议 2018年普京日历长这样 普京高举国旗 率领摩托车队进军克尼米亚 宣誓克尼米亚回归俄罗斯 他还手持来福枪 在草原中手立 凸显硬汉形象 另一组照片 知道的是普京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荒野求生节目 骑马钓鱼 探险 最后还能开个战斗机 2019年风格继续 裸体参与东正教祖显节 祖显节类似于基督教的圣诞节 是最重要的宗教节日 在这天 信徒会在沿海里将身体浸入冰冷的水 以进化内心的污浊 东正教作为俄罗斯的国教 普京作为一国领袖 自然经常参与相关仪式 普京穿着传统外套道场 脱一下冰水 向祖起伏 最后做成日理 在阳光明媚的7月和8月 日理照片换成了河边钓鱼和晒太阳绿 当然都是裸着身子的 11 12月 观察观察军火市场 出来看看北冰洋 普京的生活就是这么枯燥法味 不过最近推出了2020年普京日理 却出现了一个明显变化 这个明显变化就是普京不脱了 过去几年大肆宣扬的裸体硬汉形象在2020的日理里消失无踪 取而代之的是这类照片 普京在俄罗斯的歧视下 普京向特朗普毕业 他参加欧洲二战纪念会 在联合国和沙特王储谈笑风声 整体来看2020的普京年龄低调的多 他全部穿上了衣服 肌肉与健硕的样貌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其在外交领域的积极拓展和突破 然而俄罗斯人民也越来越不吃这一套 主要是俄罗斯经济走下坡了 整个社会实气层层没有生机 俄罗斯人民对于经济的无感是普京不再展现肌肉的原因之一 老百姓的日子都没有变好 谁还有心在那里看你秀肌肉 虽然不脱展现肌肉了 但普京换了种方式开秀 普京选择在军事上大显肌肉 根据俄罗斯政府的新闻报道 俄罗斯近期居然罕见的允许了美国检察员进入俄军机密军事基地 参观了俄国最先进的超高音速导弹 俄罗斯最强超高音速导弹先锋 是一款极具威慑性的武器 对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反导系统来说都是巨大的威胁 普京大方让美国检察员来参观这款武器 一再告诉美国政府 我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我是国际舞台的主要角色 你美国别把我不放在眼里 必须和我对话 普京不限身上的肉 未来将更多展现军事肌肉 不过话说回来 1952年出生的普京 今年也67岁了 你要一个年近七群的人 还光着身子展现良好的身材 也不现实 而且这张照片也更值得玩味 在俄罗斯的旗帜下 头发见白 面带长伤 连老人般都长出来的普京 想表达的是这个男人为国家抄碎了心 我掌权这么多年是为了我自己吗 我是为了这个国家啊 你老人故意不染头发 展现出劳心劳力 为国形象 可以为其长期执政塑造某种正面形象 不过普京这边2020决定不脱了 可大西洋彼岸的特朗普不乐意了 11月27日 就在普京日历公布的同一天 特朗普也不要脸的发了一张照片 而且这张照片下面没有配半个纸 这也是特朗普非常罕见的只发图片没有文字的一篇推文 推文里 特朗普把自己的脸劈到了美国著名电视主角洛奇的身上 他戴着拳击手套 腰层全王金腰带 瞬间收获67万点赞 美国著名电影《洛奇》系列讲的是一个出身贫民窟的业余拳击手 凭借艰苦努力最终登上拳坛巅峰的故事 原图是这样的 大家来品一品 你仔细品 你再仔细品 特朗普他到底想干嘛 是大半夜的自信心强烈爆棚 还是自恋症突然爆发 抑或是为了要和普京比个高瞎 把普京和特朗普放在一起看一看 网友就会问谁更硬汉 当普京决定不再秀肌肉秀裸体的时候 特朗普却突然发了个屁图 较尽意味十足 可搞笑的美国网友 很快在下面的评论里戳破了特朗普的自恋症 网友评论这才是真正的你啊 还有人放出特朗普打高尔夫球的照片 妥妥的老板肠肥的老板形象 甚至有网友也察觉到了特朗普在这个时间点放这张照片 有嘲讽普京今年不敢再拖的意思 于是很快做出回击 也帮特朗普匹了张图 这是在芬兰的两人一次会面 图上匹了条项圈 特朗普成了普京的狗 普京嘴角带笑 提着绳子似乎在说来看看我心仰的闯物 在很多反特人士眼里 特朗普一直都是亲俄的 经常被描述成为俄罗斯的傀儡 不过辟得最成功的应该是这张 这张更没有违和感 呼应近期英国传出 女王将于2021年退休 让大儿子查尔斯当摄政王的新丸 美国网友惊呼 女王退位让给特朗普 特朗普已经准备好兼女王的班了 也有好事者将今年民主党总统初选者 桑德斯给辟了上去 桑德斯的背景是苏联红旗 代表着桑德斯一直所宣扬的社会主义政策理念 桑德斯和特朗普要上台打拳击了 大批的反特人士集中攻击特朗普 让特朗普粉丝很不爽 特朗普也立即做出还击 特朗普化身拳击勇士 揍得对手无力还击 这个D代表着美国民主的 再只去看这个照片点赞67.5万 至少代表着有大量特粉支持特朗普 而更有意思的是在后面 在这条推论的评论里 还有一个这样的投票 谁是最好的总统 特朗普还是奥巴马 最终投票结果显示 特朗普以51%的得票率胜出 奥巴马为49% 虽然特朗普发一条质念的辟图 惹得骂声嘲讽声不断 但是特粉们的战斗力依旧强劲 这就很像某种偶像明星 骂的人特别多 但是老成粉更多 在他们的地盘里 你搞不过他们 特朗普一直是美国失恋的标杆 爱特朗普的爱的不行 积极的为他投票 同样的恨特朗普的也是恨的不行 无论什么事 即便是特朗普做的有意的事 也要找角度去骂 不管你喜不喜欢特朗普 2020美国总统大选 民主党至今没有敲定一个重量级人物 去应战 也难怪特朗普会如此自我感觉良好 深夜突然发个全街手带金腰带的照片 还披上了自己的脸 那么特朗普的潜台词还不够明显吗 一个人打的都没有 没有 没有 有 很有 有 有